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我想本周台北市爆发 这个牧师变狼师 然后长期性侵12名男同这样的一个新闻 让人家感到非常的痛心 那这样的新闻呢 其实我们的蒋部长也说 这是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 那但是我们除了痛批之外 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去检讨 到底我们的校园制度 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狼师都可以进到校园里面去 而让我们的孩子遭受到这样子大的一个伤害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孩子的成长历程 学校应该是他最放心求学的一个地方 然而这一连串爆发的这种狼师事件 我想教育单位应该要好好去检讨 到底我们的校园安全制度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行的法令底下 其实我们是有法令来规定的 就是如果有一些教师 他有这种性侵害的行为者 应该是要上网 就是通报到全国不适任教师的查询系统 然而这样的制度有没有落实 我们应该要好好来检讨 另外教育部也含是 希望各级学校你在聘任这些正职或兼任的教师时 你应该要好好上网去查询 过去他们的记录 到底有没有一些性侵害或犯罪的前科 那每一个学校都应该要好好去检讨 做到了吗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本席主张 第一个 我们应该要针对这些外聘的所谓的教练跟老师 也要纳入我们所谓的这个不适任教师的查询系统 因为这一次的案例让我们看到 可能我们只针对这些正职跟兼职的老师 做比较严格的把关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各级学校都有外聘的一些社团老师 那可能会形成这个安全上面的一个空窗席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针对这些教师 把他纳入这整个的全国不适任教师资讯网的一个查询系统之内 第二个部分 本席要呼吁 各级学校在聘任这些老师的时候 一定要用非常审慎慎重的态度来看待 即使他是一个社团教孩子的老师 那都应该要好好的去查阅他过去的记录 到底有没有做出一些对孩子不适任的行为出来 第三点 本席认为 其实老师跟学生还是存在很大的权力落差 当老师要对学生做出不适当行为的时候 很少有学生敢勇于反抗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强化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 建立起好的通报机制 我们才可以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 以上 谢谢